一个恐怖的劈腿情杀案 在南投这名已婚男子 劈腿小三还不够 他又爱上了小四 而这个时候呢 他又嫌小四不好 回头再去爱小三 这一下小四抓狂了 下毒杀人 这名男子最后被发现 沉湿在自己的车上 说来凄凉 来收尸的 是这位被他抛弃的原配 而杀人的小四呢 被检察官求刑13年 最后赶来收尸的 还是和死者生了 三个女儿的原配 但四七岁的成姓男子 外遇劈腿小三小四 被小四毒害身亡 沉湿叫车后坐 小四被依杀人罪起诉 求处13年徒刑 终于为情妇要求分手不成 那份额自农药行 买农药参入饮料内 骗这个死者使用 后来就毒发身亡 死者成姓男子 平时担任板魔工 已婚身份的他和原配 生下三名女儿 又结识了 经营赌场的邻近女子 和小三去KTV唱歌 又认识了小四 展开追求 周轩于三女之间 被小三发现 逼着男子和小四分手 结果种下杀机 凶险去农药行 买了两种农药的剧毒 那参入饮料空瓶内 骗死者使用 身为小四的红杏女子 今年一月假借药 和男子筹主赌场 在饮料餐有农药 给男子饮用 一开始否认下毒 之后警方在他家 找到农药瓶 这下子赖也赖不掉了 检方最后起诉 这名红杏女子杀人罪 囚囚四三年徒刑 这位宣传周大祥南投采访报道